火箭王者归来,信心满满或再加入一个猛将。 在这几天的比赛大家都能看到火箭队可谓是信心满满,在先后打败了步行者队,绝今,勇士以及国王之后,火箭队似乎重回巅峰。 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火箭队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自己最低的实力,这样许多人对火箭队似乎失去了信心,但是在这个时候,火箭队却依旧是越败越勇,在经过几轮的战术以及人员调换之后,火箭队重回巅峰,开始了它的临盛之旅。 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的捷暴传来的时候,最近火箭队又是喜上加喜,听说火箭队在最近将会再揽收一名猛将,为火箭队加满火力继续向前。 据官方消息公布,本次强势归来的队员是杰夫·布茨德里克,我们知道杰夫·布茨德里克是一名非常擅长于防守的队员,他这一次强势归来想必一定能够给火箭队现在这一列快速前进的列车则分天动力。 就NBA的官方数据表示,火箭队从上周的排名第19,变成了这一周的排名13,其中的巨大进步包括了队友们的不断努力,以及奋用拼搏获得的,与此一起能够在这一周内把排名往上升的还有胡人队。 胡人队这一次的排名刚好在火箭队的前面,排名第12,在另一个榜单里面,也就是多冠概率榜的,因为又是对三次连百,所以它的多冠概率猛然下跌,从上周的56%变3跌,到了现在的36.7%,而火箭队从上周的2.6%上升,到了现在的19.6%,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就快要到来了,在感恩节就要到来之际,火箭队召回他们的得力在讲杰夫布兹德里克,这其中是否有一定的缘故吗? 是否要在感恩节这一天给广大球迷们奉上一场更加精彩的比赛盛宴? 还有消息称,火箭队的新后卫奈特也很有希望在12月份就复出,奈特之前是因为受伤而停赛了。 现在有传言说奈特恢复得非常的好,我们有理由相信火箭队一定会再接再厉。 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给大家更精彩的表现,作为篮球这项运动,我们不能单看某一个超级巨星,他的表现是多么的出色,我们更要看重的是整个球队的凝聚力。 这个球队他拥有一定的凝聚力,那么他的成绩一定是非常可观的。 火箭队在经过多次的调整之后,他的凝聚力有所上升,所以说,他之后的比赛都让人非常的意外,其实这又何不是在意料之内的事情呢?